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整天时间市中心的图书馆都在举行田连园从艺60周年纪念活动 60年的从艺生涯被浓缩在一百多张照片里 而三十多部电视和广播评书作品 却向观众打开了一个纵横千年历史和无数人生故事的时空舞台 而在观众的心目中 田连园是可爱可亲的 因为他演绎了很多机智幽默的角色 大家驻足观看最多的就是展青里播放的田连园代表作杨家将 这个听完了这个杨家以后有一些小小孩学生在这个汽车上在这个马路上 啊就是啊就学啊啊学这些动作这些声音的 然后我进了小黑白店9岁14岁我们家人家人家人家放大镜看 做正看坐外就这么成哈哈镜子 就全家小孩都跑人家去买小马达坐着怎么看 然后一到六点多钟的时候那个胡同里 小孩都不在外边玩了 你就在外边一走你就会听见就每家那个屋子里边都传出来那个杨家将的声音 就是有点那种万人空向的感觉 田连园演的这出独角大戏最早就诞生在这里 多年以后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的设置组和田连园一起重返沈阳 在老影棚被拆迁改造的前夕拍下了这组珍贵的画面 基本没变 但是当年我录杨家将的时候没这台 就是后边这样一个幕幕 没有任何的舞美设计 这里头是录音 八千岁一怒之下 举起了娃面金简 啪叉一下子 把这个开后门者给予了个严厉惩罚 老影棚见证了这样一段经历 上世纪八十年代 收音机已是中国家庭必备的生活用品 老百姓的一大爱好就是从收音机里听评书 逐渐的电视机开始迅速进入千家万户 成为那个时代的新媒体 当时的辽宁电视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能不能把评书也搬到电视上 而这个创意曾经受到很多的质疑 台里这个也有什么不同意 说这样的话 它太广播是指示声音 它太简单了 你把它一个人拿到这个镜头前面 屏幕上来 就那么一个人在那一说八个钟头 那太单调了 这个能不能吸引观众 我当时跟那个导演就说 我说你要播了 他已经播了 我说有人来信骂 我说你一定告诉我 我说我这个人呢 脸皮厚不怕骂 我说真要人家不乐意听 我说咱们就别在这儿硬撑着还录 我说完了之后 我录完了遭骂 我说这何不来的 后来我就问 他说没有 没有来信骂的 我说有来信说好的吗 他说也没有 摄像我们那个都不爱拍评书 还主要一个是为什么呢 就是评书本身的摄像的技术含量不是太高 它不像晚会那一集吗 推阿11 我从小就从我父亲那 从很多老艺人那里 就听了不少人说杨家将 老艺人当中有一句俗话 叫万年不逊的胡杨将 就是杨家将 他就是谁都说的杨家将 无论是他的语言还是他的动作 还有他对书的这个加工 杨家将到他手里头就变了另外一个样 韩正所交接了一领灯 又可欺骗军马的先加工 这瓶马一拨头 众军兵 撤 说了声撤 这辽军的 叫撤下来了 他们望起一撤 杨彦州端着请指挥送军 追 说声追 宋军摇起呐喊了 哇 海潮一样就追下来 韩正一边撤里面 快撤 男帅 咱们撤多远 兵推六十里 望里一坐 看着 望里一叽叽一把 讲了五分钟以后 感觉这话还行 挺还挺 等待过十分钟以后 你就 想聊他故事情节 后来播了有一个来月吧 就突然的有一天在评书播出这个时间里头 他安排了一场足球 把这评书那天就掐了 掐了这场足球那一播 从头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一整天 这个电视台的电话就没断 就是这个那咱评书怎么不播了 你们怎么就播足球了 怎么回事 这评书怎么没完就亮了 所以他们台里开始知道 这收视率挺高啊 从1987年元旦开始 北京电视台播出了杨家将 铁连员不仅拴住了观众的耳朵 还吸引了人们的眼球 作为第一位在电视机里说评书的演员 他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明星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铁连员说 发展繁荣民族传统艺术 或者叫做民族传统文化 这个丰富人民群众的 这个文化物 这个精神文明生活 做出来的一种贡献 在一个晚上拼不着以后 就现在那啥啥辣椒弄心 当时出门的时候 其实都互相告诉我 今天晚上咱们去看 到点吧 田连员成为了当年取义杂志的封面人物 但是说评书的传统 如演员要以书为主 活动范围不能超过面前的桌子等 这些规矩都被田连员统统逾越 而在许多老艺人所习惯的 书道子梁子汤着走 甚至说的内容有时会重复等方面 田连员却严谨得多 曾经有老先生问的 说你再给我来一遍 我看你那是不是随短而发 某段某章节某一处 你再来一遍 结果我先生站着啪来一遍 言丝合奉分毫不差 说明这是固定的 是扎实的 是准确的 有人就提出了 这个评书原来叫说评书 听评书 田连员满台的还打飞脚 这叫是养评书 可以吗 田连员 1941年出生在一个评书世家 原名田长庚 儿时他最深刻的记忆 就是藏在父亲收书时 桌子下面的围部内 有时听到高兴处 他会露出脑袋 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 四十多年后 田连员竟然连传统的 长袍大褂都不穿了 而是以一身西装或中山装 来演绎千年古人杨家将 但是我当时穿这个衣服 就是为了要靠近青少年 那么我父亲当年说书的时候 听书的书场里面 有很多是学生 背着书包下着学 跑着偷听书来了 有的家里人找来了 耗着走了 很多这种情况 所以后来的这种说书艺术 恐怕有些青少年他没见到过 所以走进电视 他们就要见到 从我的心里来讲 要靠近青少年 我认为任何一种艺术 如果说青少年不喜欢 这就说明这种艺术 他已经衰竭了 要划得特别大 这山风真不善 划得天魂地湾 划得大树 连根岛 划得小树也不见 南湖的水 北湖里窝东湖的水 西湖川 南山鸟北山飞东山有风偕山 在田林园的表演中 观众看得最过瘾的 就是他的武功招式了 杨伯郎说杨伯郎打过天文阵的时候 杨伯郎打过天文阵的时候 杨伯郎本来不杀人 当看保护他两个的这两个 这个护兵 东西军送铁棒 被敌人杀死的时候 杨伯郎急了 他手动我的残忍应该 我 凭生 我也要打开 杀 敌人 神为能奋武 如雅康之文 这就说的是观众 也说的是田连远 田连远这是先天给他 老天爷给他这碗饭吃 他从小他练武 你看他六十多岁了 他在俄罗斯在北大 他翻跟头上 他耍我 他耍出了十五公下子 这个武松杀新闻庆 追赶新闻庆 手里边有这把扇子 就是武松拿着刀 跳下楼来撵上新闻庆 新闻庆的手里边有一把刀 往这一跺 盘盘一闪 这刀 一刀 把他那刀给剁掉地下了 然后横一抹 新闻庆一低头 一脚 倒了 啪 踩在这 这刀一举 照着这 儒雅更直闻 他还没怎么上过去 自学成才 爱看书 那边 欧亨历史的结尾 莫国桑的那个 有的在故事的结构 甚至包括现在有些个 小小说的有名的作家 日本的星星一 什么这些个 写小小说的 他们在一篇作品的构思上 我认为都是非常的巧妙的 有的人也爱看书 管看他爸爸那书 那不行的 多大一身书 我跟你说 前两人讲 东国评书史 四十分钟讲一过 多大趣味 那究竟这个评书 起于什么时代 有人说 起于糖 心生于色 我觉得从汉堂就已经有了 而且影响还不小 我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的依据不是史书 1957年 四川 成都 附近有一个天文镇 在汉墓里边出土了一个 说书桃涌 可能在座同学都看过 那个桃涌的照片非常多 这个说书桃涌啊 寄个头筋 这夹个鼓 这拿个鼓箭 然后把这脚抬起来 光脚丫子往前伸在那里 就这模样 这根就是说书桃涌 那就是我汉代的同行 如果能往汉代的同行 我觉得能生活很艰难 鞋都买不起 光脚丫子还在那做 可看着他的这种敬业精神 他下苦功啊 他关键是下苦功啊 那个 说是陷挂 是吧 说见景生情 有这个 这个 不成 都是那个慢挂 都是精心策划 鱼蜜石 忽然抖了在光天化日之下 让人家晃来大悟 那可不是真正的东西 田连园等天就作严这 1998年 四大文学名著之一 《水浒传》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顾问名单中出现了田连园的名字 因为那时他的另一部电视评书代表作《水浒人物传》正在热播 也许导演看中的正是田连园改编与创作的功力 老虎这种动物 它的交配时间是在秋末冬初 在交配时的发青期 这老虎性情非常暴躁 这个老虎是一只熊虎 牛打外地转来的 干嘛来了 搞对象来了 结果来了这么一个老虎 小动物也感觉到生活受到威胁 于是这些小动物也都搬家 小动物也都搬了家了 这景阳岗上更显得干净 所以这老虎到现在为止 已经饿了两天没吃门 今天白天在这洞里边睡了一天的觉 晚上出来觅食 评书呢 他说讲究扣子 所谓扣子就是悬念 艺术悬念 他讲究把这个艺术悬念 一环扣一环的设置好 让人们接着停下去 我告诉你 你要出去之后 你要能胜了就把汉长给退了 你要是胜不了的话 你就死在前提上 不要回来了 开车把他给我轰出去 咱们下次再说 在过去老艺人有句话 有句名言 我认为这是既浅显又深刻的艺术理论 就是说会说的说人物 不会说的说故事 在这儿我要说那个潘仑美 这个人刚出现的时候 这人是四股方方一张人 两头浓黑浓黑的眉毛 就像那板下一样 那眉毛一边一边就在那立着 这眼睛细而长 他最大的一个特别 就是看不着这么眼督的位置在那 你不要走到这么想仔细一看的话 会把你吓一跳 感觉他的眼睛这么抽的抽你 在田连园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 杨家将领的寇准赢得了最广泛的认可 很多人甚至认为 寇准就是田连园为自己设计的化身 扯口子 你这个东西我先能对付两年 你怎么开开了 那干脆就去了 全冷了 寇准的这个人物里边有他的个性 他执着一个事 有时候敢直言近见 说宋太宗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情节 就是他跟宋太宗说一个什么事情 这宋太宗不乐意听了 皇上站起来又走了 这寇准把他一定撤出来 你回来我没说完 那您坐着接着再听 他把他自己的一种清官的理想贯彻进去了 他绝对是这样的 而且比如说 对于富贵的看法 这个寇准和田连园几乎是一样的 纯商业广告 打探85年大火之后啊 我就没见他坐过 其实那时候 现在我们人俩聊天就笑谈 好套房子没了 好有台车没了 好些好些名誉没了 我说也没有 我说您还是您 电视剧《水火传》的编剧杨真光 曾经反复观看田连园的评书录像 他对其中杜撰的一段 江湖人士给自己做广告的卖膏药 非常感兴趣 说他熟悉的可以把整段都背下来 我的高腰跟您说 这是祖川八个秘法 豪质的独家具有的五股追封万能够 你以为我这高腰里 是男老虎身上所有的骨头熬子吗 我对 这高腰用老虎身上一属骨头 哪骨头 骨头骨不要 鸡肉骨不要 内骨不用 尾巴骨不用 老虎身上一属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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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老虎身上三属骨头 一属那个盲字号那块骨头 那叫天灵寨又叫虎王骨 就这一块骨头把它熬成了高腰 还做这种高腰呢 这种高腰呢 这种能治百病 能治虎龙骑伤 跌大骑伤 东腔磅伤 什么骑伤就好 就给您从奔赠宣押 调个链 说一个七零八算 五零八落 链上一属骨头 他也跑不了 你不摔这七零八算 我贴这还好 我那叫虎龙骑 如果不是摔这七零八算 您给我们的高腰买回去 贴上纯的黄尺 那你说 要不不黄尺怎么办 不黄尺别回来找 您拽你的厂子 拽你的刀青马子 打我的嘴巴 拽你的那块链子 我要说一句话 我不反对做广告 我也很希望做广告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没有示意我做的广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广告和演出 它这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演出是通过我自己塑造创造 这个艺术典型 通过我自己的表演 去换得观众的承认和认同 那么广告呢 就不是这个意思 广告呢 应该是通过我自己的人格 来给你的这个产品来做保证 所以这里边呢 恐怕有很多事情得有提前弄清楚 弄不太清楚呢 就一般我就也就不能做 就这么个问题 直到2015年 田连元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广告片 这是一部公益广告 而他的背后则是一段痛苦的记忆 其中一名伤者是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 那么就在那几天我就从电视上媒体上的宣传 关注 我有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一种感觉 什么呢 一个叔叔人 他出事了 他一直撤祸了 引起了全国人民内耳的关注 这绝对又是我意想不到的 是吧 当然不是好事 但是看到了一个 他这些年诚心诚意的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说好书 是吧 那么换迎得了群众对他的关注热爱 打那个重症到病房之后 我们几个躲在轮流在那守候 师父起来之后 首先看到了在那个卫生间里头 对着对着那镜子 先看看自己那个那个五官 他可能就怕哪有什么损伤呢 就不能再在舞台上再去为大伙说书了 非常关注呢 没有几天那么扶着他在那个走道里来回溜达的时候 他也特别注重自己身体的这个恢复感觉 我觉得给他扶到一角 他在那个窗户那儿 在外面去在外面看外面那个风景的时候 心里头也是挺不是资本 因为当初出事就是 那个第四大街啊 医院离那儿很近 呃 先生自己当 我说您在这儿来回转转 溜达溜达 然后先生在那儿自己动动 马上要站桩 我说您这这可不行 他想的还是他的平衷衣服 当然这种丧心之痛 这个在心里是这种可想而知的 但是除去这种悲痛之外 他更多的还是想自己将来是不是还在舞台上 能不能在线评书艺术 当我从重症监务室走出来的时候 不是走出来 把我挪出来的时候 抬着出来的时候 我儿子已经火化了 我一直没见到他 他是最重感情 心里是特别热的一个人 但他不表达 他对我们这些孩子 应该是我的印象 长到现在就是批评的多表扬的少 但是他并不等于他就是心里不惦记我 让我印象最深的那一次就是 我们家下乡的时候 为了上去到普洛普看一场电影 就是就带着我们俩过去 过河的时候背过去一个 再背回来 再背过去一个 就是为了感觉我们俩就是下放了 到农村了 感觉孩子真是很苦 所以进到一个父亲满足孩子这个愿望 这里环境周边太安静 容易引发我自己独立思考 这就不好 我得想到社会神部当中去有些干扰 给我找点事 我能想点别的事 那一刻 宁愿醒过来的不是我 我很想念他 从那天开始 生活还在继续 心里的疼痛却一刻没有停止 你的不负责任带给别人的是一辈子无法抹平的伤痛 你偏偏地说每次我要在外边和同行的聚会回到家 他就能托手术拿一个显密镜 同体的检查我们 我去看看现在有没有女人的头发 在脑子有时候不清楚 就没有往以往的那种特清醒的 特干净利索的清醒 那个感觉没有 因为我这脑子毕竟缺一块细胞 缺一块细胞 就是你这块壮的这块 颅内出血这块 就是脑细胞死了不再生 大夫说了 说你这死了不再生 我说我这东西缺半块呗 他说那个基本是这样 接下来各位 要用最最热烈的车手景出田田先生 为我们带来的一出表演 狮子楼结选 恭喜 各位 说一段狮子楼结选 为什么叫结选 大家都知道 去年我摊了场车祸 现在还有后遗症 各位腿脑子都不太好使 出点什么披露都请您原谅 武松拿着刀来找西文庆 狮子楼三号包房 门口挂着半截白骨软链 武松往前一掌插一刀 这半截白骨软链就掉了 往里边一瞧 西文庆跟两个 就是到了这把年纪 你看他上台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大家都知道 出了一个大事情 就去年出了那么大的一个事情 按道理讲这样一个老人 肯定跌倒了起不来的 但是田连恩老师 仍然还能活跃在舞台上 他这不服输 不是说一种孤傲 是要战胜谁 实际我理解是战胜自己 你看就包括去年这么大事 他现在还要咬着牙关 站在哪儿 尽管告诉我 我现在走道有点 有时候摘了 但他还要加了 我相信这是一种跟自己交接 为什么 就是我不能认同 这时田连恩 不知已演了多少遍的狮子楼 但台下的观众 还是抱以最热烈的掌声 下午彩排时 大师姐张杰兰 带着大家一起复习师傅 所教授技巧的细节 就像齐白石说 学我者生向我者死 画画都这样何况表演 表演更是这样 每个人自身的条件 你的形象 你的气质 你的文化修养 你的形体激功 这都决定了你应该如何表演 我这个人就是 有时候我就想呢 老不满足现状 不满足于现状 都尽管现在了七十多岁了 我觉得还能怎么的 我老在想 你还能有点什么突破吗 还能有点什么探索吗 还能有点什么创新吗 还老在这么想 从青年时代开始 铁连元就喜欢自己创作 除了改编几十部传统评书以外 上世纪六十年代 他还根据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 创作了革命历史题材的评书 演变了本系几乎所有的学校和工厂 那时的铁连元不会想到 半个世纪以后 一个媒体创意会使这部作品 开拓了评书艺术的新天地 这是田连元从2010年开始创作和拍摄的一部新作品 这是田连元从2010年开始创作和拍摄的一部新作品 从摄影棚搬进了现实场景 他称之为电视实景题书 我们莲花那个城墙 我就记得站在那城墙 其实摄身出地道的那个城墙呢 就会引发很多的联想 就是可以一下子就能退回到几十年前 想到当初那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呢 作为演员到那个地方有这种感觉 我想如果我们的画面展示出来这个东西 观众看到也会有那种感觉 观众也会有那种当年的现实感 毛泽东当时还真有点接受不了 他跨不穿不推开了 站在这里任冷风吹进来 毛泽东一转身 这件事情为什么跟我一个人传达呀 为什么不想打假传达呀 田连远常说起 杨家将的故事 在宋代就已经以平化的方式流传于民间了 今天我们回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 并不觉得遥远 因为全国各地还流存着大量的革命遗址 他们都成为了电视实景评书讲播的天然舞台 田连远坚持到实地去探访 一路上设置组获得了很多新鲜的史料和细节 而实景和原物也给田连远在评书表现上 以更大的创作空间 棚里边吧 有一个好处 光 声音 诸多方面的效果 会更好一些 因为在棚里 作为电视专业来讲 他可能这些都可以符合要求 在实景的范围内 这就有一个问题 由于是实景 也许是旷野 也许是一间屋子 光 声音各个方面可能要求 不见得能达标 但是有一点 他会给人家观众有一个真实感觉 观众可能 作为我们来讲啊 包括我本人 我对你们电视专业 说光啊 声音啊 这个这个什么画面的这么结构 我没那么多要求 就像我看电视剧一样 我看电视剧 我就看情节 故事 人物感人不感人 说你这个光说 那个脸 那个 那个 那面不应该那样 那 那是你专业人员的事 所以 一个电视剧也好 一个电影也好 它成功与否 不在于你的 纯技术的含量 而在于你这本身 真实性感人度如何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觉得 倒在实景范围 它会给人家带到那么一个 特定的环境下 那就叫规定情境 从艺术规律来讲 进入规定情境 你讲当年的故事 它和在旁里讲就不一样 纪念从艺六十中年活动结束后不久 田连元来到安山 参加辽宁省大学生曲艺节 目前 他正全力投入到评书表演理论 高等教材的编写工作中 我在写评书理论的时候 表演理论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项叫做场景调度 就是说 这个地方评书表演的场景 它是不断的变化的 因为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它可是想到哪就到哪 但是你必须得交代明白 你这个场景调度必须得清楚 才让人感觉 看你这个表演在台上 才让人就感觉清楚 你要是糊涂 那么观众看着就也糊涂了 形体表演就更要强调这一点 一抬手啪给来一嘴巴 啪打过去了 这边拿哪个连接 这就是一个导演设计问题 田连元曾经让万人体育场里的观众 秉析名神鸦雀无声 也曾创造了中国电视节目收视的单人记录 但是现在 他似乎也享受这个小小的讲台 只有不多的学生 但他知道 也许就在这些热爱评书的年轻人当中 有人会把他终身热爱的这门事业继续发扬光大 在若干年后 不定什么时候 还会出来像柳京廷那样的大说出讲 今天呢 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所以我这一辈子可以说什么事都摊成了 从小时候战争 饥饿 逃荒 诗学 辍学 我下乡 我没说吗 少年 二十岁我父亲去世 五十来岁母亲去世 我说到七十来岁儿子去世 我说这是人生苦难 看看我的承受能力有多大 我觉得呢 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这种承受能力 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了 就得面对